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收看闲淡包社 世界的尽头南极因为它独特的景色 每年都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游客前往参观 好消息是就在近日中国也可以飞往南极了 再也不用去非洲乘坐度日如年的邮轮了 最近一架由香港出发的客机承载了22名中国游客 飞行了20.5个小时降落在了南极跑道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架到达南极的航班 途中在南非开普敦进行了补给 开创了由中国航空飞机运载乘客平安抵达南极的新历史 在以往想要去南极的中国游客 必须乘坐外国公司在非洲大陆的邮轮前往游玩 对于目前中国南极游客的数量在全球排第二来说 尤其是到南极玩一次最高花费要到60万左右 开通了这样一班航线 可以说是为想去南极游玩的小伙伴们省下了一大笔钱 这次的新航线也有中国航空事业的里程碑这一说法 为了这次的成功飞行 工作人员经过了许多的实验 为中国南极科考 特别是远距离内陆科考 特别定制了改装的机型 采用超过数十项专门试用 极地环境飞行的技术专利配置 从飞越昆仑到降落昆仑 两个主要实验中逐步改善 使飞机能在南极大陆恶劣环境下 有很好的飞行体验 这一次的成功飞行让我国的航空事业进了一步 虽然比不过战斗民族俄罗斯航空那种玩命飞的形态 但这种国民想去哪玩 就开哪班航线的任性好气来说 是没有几个国家比得了的 好吧 希望地球人不断的作妖 让我们继续吐槽 世界如此枯燥 新闻也需要请教 还不点关注 你是在等什么呢